买PS5还是PS5 Pro有很多人很纠结 其实这个问题很简单 我举个例子你就知道了 比如iPhone手机你会买基础款还是Pro 再比如家用汽车 你会买一二十万的丰田大众 还是上四五十万的BBA 如果你非要说要买小米华为 奇瑞比亚迪或者用显卡玩游戏 那都是非常好的选择 但不在本次讨论范围之内 iPhone的基础款和Pro款 完全是两种群体不冲突 iPhone Pro款多了高刷屏和影像升级 这两点对于想买基础款的用户来说 没什么吸引力 多两千块钱不值得 所以买PS5还是PS5 Pro 也要先明白这俩主要区别 PS5 Pro可以4K60玩游戏 画面好又流畅 可以应对未来三年的游戏 PS5基础款画面好又流畅 但是这俩只能选一亚 不能同时要 好处就是性价比高 而且市场保有量大 未来的GTA6也不能小瞧 另外还有一点非常重要 如果你现在想买PS5 Pro 那你拿出这7000块钱是否费劲 费劲就不要买Pro了 目前PS5国行光驱版 我看有人2600多就拿到了 还有一点 人和人在感知方面的区别也是很大的 有人天生对30帧无感 还有人对4K分辨率也不敏感 有人花一万块钱买个手机觉得很正常 还有人借钱也得上BBA 这就是值不值的问题了 那什么叫值呢 对于在乎性价比的人来说 花小钱办大事那就是值 对于不差钱重体验的人来说 买好的那就是值 产品的特性正好符合你的需求 你拥有之后很满足很受用 这才是最重要的 那最后我说说我自己 如果我是单纯的玩家 我估计我不会买PS5 Pro 就算买也不会这么早买 但我现在是自媒体创作者的身份 买肯定是要买 但我不会接受高溢价 我现在已经预定了PS5 Pro 是6130块钱拿下的 港版数字11月13号之前发货 好了以上就是本次视频全部内容 给大家参考 知道怎么选了吧